5月9日也是農曆四月初二的啤梨漫步 為什麼要說農曆呢? 因為我不知道之前是否 啤梨港三、四月會發生很大件事 香港開放越來未見過這麼大件事 所以這個日子我都心驚驚 心驚驚之餘都要繼續做節目 今天就找到我們的老搬檔小米 你好 小米又上來了 你穿著球衣服有沒有中球? 拜仁作客對皇馬 正常啊 皇馬贏拜仁 拜仁這樣說